2019年9月28日 大家因为绿绿老师 而在绿绿思俗齐聚一堂 当天觉得整个下午的活动 真的是让自己充满饱饱的电 回到家后还是一点都不累 而且听到老师们的分享 真的很感动 而且自叹不如 虽然不知道自己能够 为教育做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能够改变些什么 但期待自己至少能够 为自己身边的人 对身边的人产生一些质变 但我想就像当天老师说的 坚持跟信念一定能够带我们不断的往前进 就像我们今年暑假的应对 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旅程 虽然现在回想起来 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有办法 能够从规划一直到完成这件事情 但我想或许这就是因为跟对的人 用信念以及坚持去把它完成吧 真的很开心能够认识绿绿老师 也认识在私塾聚集的大家 我们一起为教育努力吧 耶